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切除以后 有的学者也做过一些缺后切除以后的发音功能重建 在这个方面呢 有各种批判的应用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以胸骨社骨羁绊进行修复 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 首先将后腔内的音血和辍血 充分监着自觉 然后重新说起来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